但好景不长 中秋的时候我妈喊她去我家吃饭 然后她也开始 怎么说呢 犯病了 我进去的时候她妈就那种眼神 就是嫌弃我的眼神 就是说你怎么那么瘦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想多了吧 不是 是妈妈说的还是妈妈用眼睛说的 妈妈说出来 然后那个 说出来了 对 给你那个眼神就是觉得 我以后可能要拖累她的儿子 我这种瘦就是 就直接问你说你是不是有病了 对对对 我当时就忍住了嘛 到吃饭的时候 她妈就一个劲的给我捏菜 吃 你多吃点 你这样你以后怎么得生孩子呀 那身体不行 以后成家了 你得干活 你都没力气 就是满眼的嫌弃 就觉得我配不上她儿子 当时她也没有帮我说过一句话 我都真的是吃的都要炸了的那种 毕竟是父母嘛 我就忍着吃 我实在吃不下 我就说了一句 你们是在喂猪呢 然后她妈那个 所以你觉得那样的情况下 我家一家长辈都在你 你说这句话出来你觉得合适吗 我妈确实她是煎菜煎多了一点给你 你可以说你不吃啊 但你说那句话你觉得现场干不干擾 我不是 是不是像没办法反抗吗 我就有点带了一点脾气 就是我的不对 那我说 我就把筷子 你不是猪呢 让 对 我就把筷子摔了 我说 还摔了筷子 对 她妈的那种感觉 那是觉得我特别生气 我觉得你在火爆脾气 你在我面前 不然在家人 在我面前 然后我就走了 我说让她送一下我 她妈就不让她走 她就觉得我这女朋友 还没过门 意思就是我的儿子 已经属于你了吗 就觉得 我就不适合 当他们家的儿戏 然后她送你了吗 她送我了 肯定得送一下 毕竟女朋友嘛 然后要吃饭 我该做的还是得做 但我妈特别反对 到第二天的时候 她就给我发了 很长一段话 就她妈说 说我这种女人 以后嫁到他们家去了 就婚姻不美满 你说我就脾气暴躁了一点 然后我的脾气暴躁 也是出于 我们也以后能过得幸福 对不对 然后她动摇了 说我们要怎么怎么不和 就发了那些话给我 我动摇是因为 我怕她俩关系很紧张 就是闹得日后 就大家不是抬头一见吵 就低头一见吵 那现在最核心的问题 姑娘是什么呢 你觉得 她就比较听她爸妈的话 去责任我 在生活习惯上 我是帮她改正 可能说我说话比较大声 发火或者发气 但是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就朋友介绍认识的 就一个共同的好影 然后到现在就是 我啥也不是 她听见愿意打游戏 也不会赔我 你怎么看待她现在的 这个职业规划 小伙子我听职业规划 就是还想去打专业 是吧 现在已经是专业了 只不过想往更高层次 翻向走 那你现在的级别的 是也打联赛是吧 对 什么级别的联赛 各个公司之间吧 因为我受伤了 企业的这种联赛 企业 相当于企业队是吧 对企业队 但是我想往地方队走 因为我觉得我还年轻 我还想往上面走 但是现在又有三家庭矛盾 各方面就堆积了我 就特别的 你支持她往这条路上走吗 我不支持 吃的是个青春饭吧 她不可能说五十岁六十岁 都得打篮球 我年轻人我就想做 我自己想做的 而且我现在慢慢 也在一个上升期 我从三线队伍下升一线 慢慢的要往更高联赛走 但是我就偏偏在这个时候 受了伤 还蛮严重的做了手术 所以她一直担心 她说你现在受伤之后 以后还能复复回来 不回来的话就直接就说 我不要完全受 但是能把自己喜欢的东西 变成自己的饭碗 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我就想往上面走 我就想打球